天衣无缝 古时候,有个叫郭汉的人躺在院子里乘凉 他仰望夜空,只见一轮明月悬在漂浮的云朵之中 忽然有朵云向他飘来,落在他的眼前 他定神一看,原来是一个身穿白衣的美丽女子 只见他满身光环围绕,灿烂夺目 郭汉非常惊喜,心想,这一定是个仙女 于是,郭汉便问道 请问你是何人? 女子听了,笑着回答说 我是天上的织女 郭汉文言又惊又喜 他细细地打量着织女的衣服 不知织女全身的衣裳是用什么布料制成的 竟看不出有一丝的线缝 郭汉不禁问道 这衣服是怎么剪裁出来的 又是怎么缝起来的 怎么全然没有线缝的痕迹 织女说 这是天衣 天衣是不用剪刀和针线制作的 所以说天衣是无缝的 天衣无缝 意思是天上神仙的衣服没有衣缝 比喻事物周密完善找不出什么毛病 小朋友,我们平时做事要认真仔细 做到细心周密,干净利落